任谁也想不到 每天开车经过的地下道 却成了夺命杀手 陈瑞琴的一双儿女 再也没有办法向妈妈撒娇 只能无奈地烧纸钱 助她一路好走 陈瑞琴的死其实并不单全 台中市政府没有把排水系统 和预警系统做好 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是明显的政策杀人 市政府摆烂 大假地下道夺命内幕 已经有30多年历史的 甲后路地下道 居民多次反映淹水问题 市政府都不改善 这一次终于因为排水不及 也没有预警系统 害死了一条人命 市府三年前 曾花钱改善地下道排水 却被记录不良厂商低价抢标 品质没有保障 去年原本该做的预警系统 不但没有把最危险的 甲后路地下道给纳住 而且招标之后又废标 不把人命当做一回事 只能靠司法调查找回公道 政府在这个地下道的 这个工程的预期 或者改善 当然我觉得一定有 非常非常大空间 对啊 如果没有空间的话 今天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今天因为我们 不是很清楚 比如说设计的部分 是有什么问题 还是怎样怎样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我有说过 我们不是专业 但是这个部分就相信检察官 相信他们的专业 然后帮我们来找一个公道 这样子 未经许重要的难道 并且这种继续 会吗 就竟然 stick up 看